而今晚11点的这个比赛呢 有墨西哥对垒韩国的 那墨西哥在首轮爆冷 以1比0击败了卫冕冠军德国之后 现在全队上下的士气大好 那至于他们的对手太极虎韩国 从上届世界杯到这些小组赛 都还没有赢过一场比赛 那上一场比赛被瑞典压着来打 以0比1给输掉了 第二场面对士气逼人的这个墨西哥 就算发挥他们拼命三郎的精神 也不见得一定能拼出三分哦 而待会凌晨两点钟 还有德国对垒瑞典的比赛 那目前在小组积分榜上 还是0分的这个德国战车呢 急需要拿到一场的胜利来稳住士气的 而瑞典和德国同样是来自欧洲区马 彼此是最熟悉的对手 瑞典和德国曾经四次在世界杯交手 但三次落败 唯一一次在世界杯打败德国 是遥远的1958年 那如果历史值得参考 那德国队现在在心理上 算是占有少许优势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云西亚